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哥斯拉大战皮皮虾的故事 小黑的哥哥是一个水手 有一次出海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但是林梅说他并没有死 深信不疑的小黑跑去警察局求助 被当成了疯子 然后他就稀里糊涂的去参加了跳舞比赛 又稀里糊涂的被两个路人带上了一艘游艇 再稀里糊涂的被小偷先生带到了海上 最后稀里糊涂的遇到了巨型皮皮虾的攻击流落到了荒岛上 小黑和小偷先生还有路人甲乙正在荒岛上寻找出路 看到神秘组织抓了一群人来到岛上 想逃跑的人马上被海里的巨型皮皮虾给吃掉了 而且还遇到了被神秘组织追杀的女人 并帮助他逃过了追捕 女人告诉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神秘组织红竹把他的族人从婴儿岛上抓了过来 要求他们不断的工作 因为海里有怪兽艾比拉 所以他们没办法逃跑 婴儿岛的守护神摩斯拉正在沉睡 没办法了救他们 小偷先生决定带着大家进入红竹的秘密基地寻找生路 一路来到实验室以后发现原来神秘的红竹组织正在秘密的制造原子弹 抓来的人都在帮他们制作一种能够驱赶艾比拉的药物 这种药物让他们能够不被艾比拉攻击 但是他们不小心被红竹发现 慌乱中小黑坐着气球逃跑了 路人甲也被抓走 剩下的人一路逃到了山洞里 却发现山洞里竟然是戈斯拉沉睡的洞穴 小黑乘坐着热气球机缘巧合降落到了婴儿岛上 在婴儿岛上找到了他的哥哥 还像原住民讲了红竹抓走他们族人的事情 原住民气得不得了 马上决定出发去援救他们 红竹组织正在岛上搜索逃犯 眼看越来越近 小偷先生决定要用闪电来叫醒哥斯拉帮他们逃出去 哥斯拉被稀里糊涂的电醒 起床气大的不得了 爬出山洞刚好见到了正从海里冒头的艾比拉 当场决定和他打一场沙滩排球 大概这就是怪兽界的发泄方式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呢 排球打着打着就变成了近身肉搏战 艾比拉根本就不是哥斯拉的对手 被打得灰溜溜的逃走了 醒来的哥斯拉在岛上乱逛 稀里糊涂的就被红竹组织的战斗机攻击 这回梁子算是结下了 哥斯拉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要把红竹组织的秘密基地踩烂 趁着混乱 小偷先生救出了被关押的路人甲和婴儿岛的族人们 红竹组织剩下的人乘着船逃跑 在海上遇到了艾比拉 此时他们用的驱赶药物已经被路人甲掉包了 结果可想而知 红竹组织全军覆没 来到海边的哥斯拉看到手下败将艾比拉又冒头了 跳下海就要把他抓上来做成胶岩皮皮虾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艾比拉被咬下了一只钳子 仓皇逃走 这时摩斯拉也苏醒了 飞到了他的族人旁边 可是吃不到胶岩皮皮虾就打算改吃炭烤风味蝶的哥斯拉也冲了过来 被一翅膀扇飞 然后摩斯拉就带着所有的人飞回了婴儿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皮皮虾虽然很好吃 但是你也得有两把刷子才行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的份上 就关注我